EZTone功能 首先我们打开EZTone的制作键 层幕上会显示两个单元 左边是输入 右边是输出 输入简项里 我们可以分别选择单线圈或者双线圈 要看所用的吉他使用的是哪一类寻器 如果你用的是分的单线圈吉他 那么就可以选择单线圈模式 如果你用的是一把和我一样的双线圈吉他的话 那么就把这个选项设定在双线圈模式 输出选项也给予了我们所有常见的输出模式的选项 我现在把GT10直接接到了天安台上 可以把它设定在线路输出模式上 好 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 风格的选择 进入这个环节后 首先印入我们眼帘的是 左边的一顶黑色礼帽 下面的英文显示是 如此分格 我们听一下现在的音色 这个环节里的第二个风格 是放音乐风格 我们来听一下 后面呢还有像爵士风格 利物浦风格 七十年代的硬摇滚风格 八十年代重金属风格等等 对于一些喜欢新金属的朋友们来说 WaterMetal是你最好的选择 我们可以在右边的选择栏里 选择想要的音色用途 比如像Rate Master 厚重湿针 超级原声吉他 超级湿针等等 我现在想制作一个节奏的音色 我把它设定在Rate Master的位置上 选择完毕后 我们进入第三个环节 在第三个环节中 屏幕显示出一个十字坐标 十字坐标的中央这个上方 是Solo 也就是独奏 如果要制作一个Solo音色的话 我们可以把指针调到这个位置 下面是 屏段不是很突出的伴奏位置 如果想让你的音色更加硬的话 可以把指针调到靠右一些 相反 听起来音色会很软 好 我把指针调到了我理想的位置 我们来听一下你的声音 把指针调成了 低调 老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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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村音乐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流行punk 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EZTone的第四个环节 在第四个环节中 屏幕显示的同样还是一个十字坐标 上下分别是这个音色的干湿笔 分别是delay和混响的长转 在这十五种风格里我选拨了八十年代中金属的缩了delay 作为我演示曲的音色 现在我们来听一下 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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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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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